大家好,我是橘子,一个爱做面食的女子 今天分享一个面粉的新吃法 300克的中筋面粉,加3克酵母,3克白糖 用160毫升的温水,和成面团 发酵好的面团里面会有很多的蜂窝状 我们把它放在案板上,加上适量的干面粉,反复的揉搓 排一下里面的空气 这一步千万不能偷懒,要多揉一会儿 把它整理成圆形 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碗,里面刷上一层油 然后把面团放在里面 用剪刀剪成一个米字形 然后我们盖上盖子,再次发酵至两倍大 发酵好之后,在上面刷上一层蛋黄液 这样既好吃又好看 接着我们把它放在蒸锅中 盖上盖子,大火蒸25分钟 关火之后,要焖5分钟再打开盖子 热胀冷缩的原理,避免塌陷 出锅之后,在上面刷上一层蜂蜜 再撒上适量的椰蓉 这一步呢,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 可做可不做 直接吃也是非常的美味 我们掰开一个看一下 里面非常的蓬松 看着非常的有食欲 如果您喜欢,也试试做吧 做法非常的简单,一看就会 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